彭博亿万富翁指数30号公布 美国企业将马斯克重登世界首富 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 马斯克当前以2290亿美元的净资产 超越去年拔得头筹的法国奢侈品巨头 路易威登集团总裁阿尔诺 再次荣登富豪榜首 阿尔诺是自己1790亿美元的净资产退居第二 排在第三的是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 净资产1777亿美元 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前首席执行官鲍尔默 则是分别以1410亿美元和1310亿美元 排在第四和第五位 相比去年全球最富有的500人财富 蒸发近1.4万亿美元 今年最富有的500人财富是增长了1.5万亿美元